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花季少女搭着肚子走在大街上 引起整个镇上人的注意 可当她来到校园后 却发现全校的女生都是大肚子 原来在这个奇葩的学校 只有肚子越大 考试的分数才会越高 可她们的肚子里到底是什么呢 阿娇是一个刚刚转校的高中女孩 但她却顶着一个大肚子 走在大街上 结果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她不好意思地匆匆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却不小心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同学 当她看清同学后 才发现她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肚子 之后同学们发现 她和自己是一个班级的 就热情地把阿娇带进了教室 路上阿娇发现 整个学校的女生都是大肚子 她们会在上课的时候偷吃零食 而且以大肚子为荣 阿娇和她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原来在这个学校 肚子越大 考试成绩就会越好 于是很多女同学都选择吃零食 把肚子撑大 可是这一天 阿娇和同学们刚坐下 就有男同学问她 怀孕几个月了 虽然话刚出口就有同学打断了 但阿娇还是感到了尴尬至极 这天正在吃零食的她们发现了一个女孩在围墙边上 从黑衣男手中拿过一个神秘的东西 之后就有同学匆匆赶来说出事 当大家赶到校长办公室才发现 那个偷偷拿东西的女孩大肚子竟然消失了 面对校长的责问 女孩直接说想要穿漂亮的衣服 这可把同学们吓得张大了嘴巴 而且女孩并不感觉自己做错了 她只是做了所有女孩都想做的事情 这样的言论把校长欺了个半死 可大家对她这种做法却羡慕不已 之后女孩就从学校消失了 然而一起消失的还有很多人 这让阿娇的内心也开始躁动不安 于是也来到了围墙边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神秘物质 不巧这一幕被老师发现 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阿娇拿着东西跑进了厕所 想着别人看她大肚子的眼神 和嘲笑的言语 阿娇最终拿出了神秘物质 打算解放自己 却不想这是一款饮料而已 当阿娇喝完饮料 在厕所里一通乱糟后 出来就变成了火辣的美女 原来这是一款排毒饮料 女孩们在吃了东西后 从不上厕所 这才导致了肚子越来越大 当他们把肚子里的东西排空后 肚子自然就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这虽然是一则创意广告 但也反映了女生们暧昧的心情 不过 她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女性 只有把肚子里的东西排空 才能拥有一副魔鬼身材哦 开玩笑的啦 大家听听就好啦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